字典 哈囉 今天要教大家的是建立字典 在Python的字典中 每個元素都是由件和直組成 結構的話就是件然後冒號直 不同的元素之間會用逗號隔開 外面就是用大括號括著 它的語法有三種 二三四行都是可以的 字典它雖然是一個複雜一點的資料結構 但是用來找資料的話會非常的方便 像是如果用串列的話 想要取得串列內的特定資料 就必須要知道它在串列中的位置 像是我現在先建立一個成績的串列 裡面存的是國音素的成績 那如果我想要知道英文成績 就必須要知道英文的成績 是在這個串列的第二個元素 再把它取出來 這樣就很不方便 這種時候就要用到字典 那它的結構也和串列是蠻相似的 那我們把它改成字典看看 首先先給它一個字典名稱 Score 那要記得外面要用大括號 那剛剛有提到字典的元素 是用件值這樣子的方式來儲存 那裡面的值可以是任何的資料型態 像是字串啊整數串列物件都可以 那通常是用字串來當作件的情況最多 現在我們就繼續把這個成績 建立成字典 這樣子就建立好了 那建立字典有三種方式嘛 我們現在就來試試看第二種 那這個方式是會用到一個 DICT這個韓式 中括號就會變成一般的小括號 每個件值這樣子都要放在中括號裡面 這樣也是建立字典的一種方式 接下來再試試看第三種 這樣子把裡面的中括號都移除 蔓號的部分變成等於 那這樣子就建立好囉 看完這個影片 你學會要怎麼建立字典了嗎